大使馆人对中国的了解要超过你 我在北京吃过好几个馆子 都是我的外国学生带我去的 为啥 他是到这好吃 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但凡中医有点技术有点本事 你在使馆区你的口碑就传出去了 先是人家自己找你 然后家人找你 现在都说外国人到中国说 144小时免签 来了以后大开眼界 说中国这么好 别逗了 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中国就挺好 为啥 你知道外国人出去吃顿饭有多奢侈吗 在他们国内 那都是不逢重大节假日不去的 后贵还不好吃 还得给小费 到中国 除了早餐恨不得天天都可以下馆 所以在北京的外国人 都把自己的家人接到中国来吃 然后感叹 中国这么好 然后就把自己家人请来到中国 到北京找我们中医去看病 先是家人自己人 然后他们的国家的政要来了 那就他把自己的资源介绍给这些人 所以要说中医的影响力 我觉得你会不会外移 你能不能拿英语讲中医 讲后内经真的不重要 你只要有技术 就有人认可你 他不懂中文 他可以带着翻译来找你看病 是吧